網友們在進行網路下載的時候都會用到一盤軟件 那就是迅雷 迅雷做下載的軟件做大過後 終於忍不住自己菊花的搔癢開始射足遊戲圈 迅雷射足遊戲圈可謂在業界一時機器一千層 引起了很多風波 今天廠長為大家獨家解密 修魔是迅雷遊戲獨家代理御營歷史三年打造的大型2.5D國戰網遊 修魔是一款很普通的以一個光怪奴隸神話設計為背景的網遊 然而迅雷萬萬沒有想到的是 自己旗下的這款網遊竟然也被三戰 這可謂遇到黑吃黑了 國內網遊互相三戰 這可是頭一招啊 那麼修魔是被哪款遊戲刪在的呢 畫皮2 你提到畫皮2這個名字可謂烏雷貫耳大名鼎鼎 沒錯 畫皮2是由周迅主演的一部電影 這部電影在國內創造了國產電影的票房紀錄 那麼顯而易見的是畫皮2這款遊戲肯定沒有得到畫皮2電影廠商的版權 為什麼呢 值得來人尋味的是畫皮2竟然是一款網頁遊戲 迅雷打造的2.5D大型國產網遊竟被一款網頁遊戲刪在 而這款網頁遊戲模仿的油版留言可謂是水火不容不周三島啊 迅雷被一款網頁遊戲模仿 而網頁遊戲做的跟自己旗下的網遊一模一樣 迅雷情何以堪 但是值得推敲的是為什麼畫皮2單單魔法修魔呢 據我了解了一些銳幕 畫皮2的製作人就是畫皮2的老總是軍團要塞2這款遊戲的忠實粉絲 忠實玩家 軍團要塞2是Valuesoft旗下使用Source引擎打造的多人聯機對戰FPS射擊遊戲 軍團要塞一旦和CS沒有區別同中同門 當到了軍團要塞2 以半條命第二章為綑綁發售 採用了卡通渲染的風格 注重職業搭配 是一款受Steam平台廣大玩家深深喜愛的多人對戰射擊遊戲 畫皮2的老總就是這千萬玩家之一 那麼他喜歡軍團要塞2跟他製作的畫皮2模仿修魔有什麼直接聯繫呢 哼 我想這一點 只有迅雷自己也心裡清楚 其實早在一年前 迅雷也有一款多人對戰網路遊戲 叫大衝鋒 哈哈 一提到這個名字可謂臭名遠揚啊 當你打開大衝鋒的界面把玩片刻 你會發現他和軍團要塞2極其相似 迅雷這一舉動在業界引起了很大風波 特別是玩家圈 玩家對大衝鋒頗為不滿 認為迅雷這是赤裸裸的抄襲 赤裸裸的魔法 玩家用各種方式聲討 謾罵 威脅 表達對迅雷此行為的不滿 但是很少有玩家做出實質性的舉動 畫皮2的老總 他認為自己喜歡的這款國外遊戲被迅雷模仿 自己應該做掉什麼 因此他刻意做出了畫皮2這款遊戲 模仿修魔和他的目的 達到了迅雷引起了很大的重視 同樣是山寨的始作俑者 大衝鋒和畫皮2卻面臨著截然不同的命運 為什麼 大衝鋒模仿的是國外網遊 迅雷這招三戰叫思宜成績 以及治宜 而畫皮2 模仿的是大名鼎鼎迅雷的修魔 他這個做法叫 趕在太歲頭上動土 對 畫皮2是 以奇人之道還奇人之聲 但最終得到的結果卻是營火燒身 但是這件事情給我們帶來了很多啟發 為什麼修魔被模仿卻沒有玩家為其伸張正義 只能訓練一個人趕著急 但軍團藥塞2被模仿 軍團藥塞2的製作商沒有辦法 但他的玩家卻為軍團藥塞2坐流坐馬 為什麼 這就是致念從大衝鋒三在軍團藥塞2的玩家反應 到修羅被模仿這件事情 我想一定會給廣大遊戲廠商帶來深刻的啟示 啊 啊